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之后会一直回购偏载环的 然后我给我爸妈他们买的也是偏载环的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牙膏说完的话就说一下 另外三个就是 也是跟牙齿有关的美白产品吧 电路牙刷的话我买的是那个菲利普的 但是我买的不是那个一千多那一款 我买的好像是五百多的那一款吧 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分三个档位的 一个就是清洁一个就是敏感的 还有一个就是美白的 然后美白的那一个的话 我觉得用了之后牙齿就是 如果说你牙齿是比较敏感的人的话 用了之后会稍微有点点 就是刺激的感觉 所以一般那个美白的那个功能的话 我一周只会用一到两次 因为我之前有戴牙套嘛 所以牙齿会有点缓 而且你戴牙套的话你就有一些地方 因为你戴着牙套 刷牙就没办法刷那么干净嘛 所以说我牙套摘到以后 我的牙齿就会有一点点缓 我就想说买一些这种美白产品 能让我的牙齿变白一点 就是我觉得牙齿白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笑起来的时候 然后你吐口 就是你笑起来的时候 还有吐口红的时候 牙齿白真的很重要 我真的觉得白不管是身体牙齿脸 只要是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电动牙刷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我觉得有经济条件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买一下 但是如果说学人胆的话 你可以不用买到一千多那么贵的 我觉得现在有几百块的那种电动牙刷 也挺好用的 然后接着要说的就是佳杰是这个美白牙贴 这个美白牙贴的话已经火了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吧 然后这个美白牙贴的话 我觉得它效果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它有个缺点就是 我就是牙齿算是那种比较敏感的那种嘛 然后用这个的话 牙会超级超级超级无敌酸 你就是酸那种 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用的话 我第二天第三天的话 就是真的就是那个牙齿就是酸到那种 你不能吃热的东西 不能吃冷的东西 你就只能吃那种长窝的东西 你懂吗 就是那种超级无敌难受的 所以我就是买了 就是坚持不下去 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用了好几次嘛 但是我觉得没有像就是那些 他们做宣传的那样说什么 就是用几次之后 你会发现牙齿明显白啦 然后这样的状况 我是觉得没有 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这种的话 你肯定就是一个 长期坚持的那种 才会有效果嘛 然后这个的话 我会觉得它真的太酸了 虽然说我用了几次之后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效果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太酸了 我受不了 所以我就是剩下的我都没有用 我就放在那边了 太酸太酸太酸了 就受不了 虽然它有效果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 主要说的是一个美牙衣 我直到看到这里 弹幕就会出现说 这什么微商啊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对压制不好啊 你是不是怎么 怎么用这种东西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吧 产品这种产品的话 你就是个人的选择嘛 那我觉得我想试一下的话 我就入来试一下吧 这种东西吧 就是你做足了功课 然后你信的话 你就可以买 又你不信的话 你就不要买 然后也不要在弹幕里面 说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反正我每次在B站里面看视频 我是不发弹幕的那种人 我就是 我就是看了就看了 就是如果我觉得 那个 up主我喜欢的话 我就会看 可能他今天状态不好 或者他说的东西 是我不喜欢的 但我也不会说 就是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而且每个人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在弹幕里面 说一些杀人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我看那些 我很喜欢的up主 我看到那个 弹幕里面那一些人 就是攻击他们 我就觉得很不开心 不要说他自己本人看见了 这个美牙衣 我已经入了一段时间了 也用了好多次了 然后我觉得 还是回归到那个问题 就是我的牙齿 是属于比较敏感型的 类型的那个牙齿 所以我选择这种 美白牙齿的产品的话 我肯定要选择那种 就是刺激不会那么大的 然后这个美牙衣 我用下来的话 我觉得它的那个刺激的程度 其实比牙贴少 我这个美牙衣 我用下来 我感觉就是它那个刺激的程度 会比那个牙贴小 因为它这个的话 是可以控制时间的嘛 虽然说你用牙贴 你也可以控制时间 但是牙贴 我不管用多久 撕下来的话 你时间用短了 没有效果 然后用的 用的长的话 我觉得也很酸 像这个美牙衣的话 它是可以设置时间的嘛 你看它这个是可以计算时间的 然后右边的那个键 长按三秒 就是那种开机嘛 然后它一开始就是30分钟的 然后左边那个V字形的那个按键的话 它是调节时间的 按一次的话 就可以减少一分钟 然后你觉得说 你如果不需要30分钟的话 你就按那个V调节时间 调节到你需要的时间 这有一个那个擦牙齿的布 还有一个凝胶 那个凝胶的话 就是起到那个美白牙齿的效果的 然后那个凝胶的话 你都挤在那个牙头上 然后用棉签均匀的磨好 磨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戴在牙齿上 然后就拆拆垫垫垫 拆垫垫垫之后 就是弹在船上用 因为我觉得弹在船上的话 你就还可以玩手机啊干嘛的 而且它建议使用的话 也是弹在船上 然后我一般就是护完肤之后 我就会开始用这个美牙液 然后就弹在船上 然后开始玩手机 刷微博什么的 然后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过去了之后 你就把那个店员拔掉嘛 然后你就去洗干净 用温水漱口 然后洗干净了之后 你就是牙齿的话 也不会那种特别酸的感觉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用完的话 牙齿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酸胀感 那种酸胀感我真的受不了 就我第二天的话 早上起来 我还是可以正常吃一些热的东西啊 因为冬天了嘛 我就早上一定要喝热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而且它的效果的话也是有的 但是我这也要说的就是 它这个效果的话 绝对没有像它宣传的 那个那么那么那么神奇 什么连用七天的牙齿 就可以很白很白 我觉得没有这种效果 而且我根本没办法连用七天 我一般的话我就是一周用两三次吧 反正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很忙 就是每周的话我要用那个美容仪 然后还要用这个美牙仪 我就是交替使用 就是我今天用美容仪的话 我第二天就会用美牙仪 就一周刚好有 一周刚好有七天嘛 我就交替使用 但是中间肯定会休息一两天 是两个都不用的 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时间上配合的话也比较好 这个这个的话 我是在一个卖美童的小妹子那边看到的 然后这个美牙仪的话 它是有三种检测都通过的 一个是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检测 还有一个是那个凝胶 就是它那个美眉牙齿凝胶的那个备案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视表检测的那个认证 然后我就觉得说它这个的话也是挺靠谱 不过好像听说这个的话就是那种仿帽的牌子也挺多的 我就觉得你们买的话要注意一下 把我入的那个店主的那个微信放在上面 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去买 不想要的话就绝略过就好了 美白牙齿说完了 我就来说一下美白驱动液的产品吧 近期我用到的美白驱动液的东西是这些 其实还有其他一些我之前已经说过 就不想再拿出来说了 然后我今天说的都是比较平价那种 单价没有超过200块钱的 都超级超级超级便宜平价的 我觉得都是学人打买得起的东西 然后的话就是水啊精华面霜都有 还有面膜我们就一个一个说起吧 先从水说起吧 最近我有在用到的水 就是那个智本的那个舒缓系列的 还有那个片打滑的嘛 然后我基本上就用这两个东西 因为其他的东西我之前测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然后我就没有再入其他的 因为最近的话我真的花太多钱了 而且我最近一直在测精华和那个面膜嘛 所以我就没有再入一些水的东西 因为我想把手上的先用完了再买过 不然真的就是很浪费钱 我真的太穷了最近 然后这个水的话我之前有说过 然后我这个是雪鸡系列的 它雪鸡系列的话是 除了精华不含烟纤安的 它的那个水和乳液都是含烟纤安的嘛 想试那个雪鸡系列的话 我是推荐它那个套盒 套盒超级无敌便宜的 然后刷12的话好像它那个是卖499吧 然后但是我找我朋友那里买的话 是不需要499的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 加我的微信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微信会可能就是 不定期的发一些面膜的团啊 然后还有片脑黄的团 你们有需要或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但如果你们觉得说自己喜欢在广场买的话 你们就在广场买 然后第二个要说的是一个 这个去豆去豆液的精华 然后这个也是SES的麻的 我觉得SES的麻的东西都挺好用的 就是很难会有采雷的东西 然后这个的话呢 它是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在水之前用 另一种是在水后用 水前用呢 它是说就是你的皮肤比较耐瘦的话 可以把这个放在水前用 我觉得它去那个红色的豆液效果特别好 我之前为什么会买它呢 就是我看到一个博主说 他用这个的话点涂在豆豆上 还有就是那种去大豆的效果非常好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结果我用了它之后 我发现它对我的大豆豆并没有效果 但是去那一种红色的豆液的话 是有效果的 早上起来文化妆的话 我就会直接用这个 就是因为它这个里面应该是有释环唇的吧 好像我看到那个成分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的话 你就是白天尽量不要用 而且它涂出来是那种肉色的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说你平时正常护肤 你在水前用的话 你一定要等它完全吸收了 你才可以再上水 不然的话你就是 它那个就是你吸收不了的话 它那个肉色就会跟你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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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上水中和在一起 就很恶心的感觉 这个的话味道特别好温 然后我当时买的话 好像是八十几块钱吧 然后加还是七十几块钱 这个天猫光眼有吗 你们可以直接去天猫买 刷十二有没有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吧 这个还蛮好用的 我已经回购了 接着我要说的就是一个去豆腻的好搭配 那也就是烟腺胺加维C 哇看到这里肯定很多人又会说 烟腺胺不能加维C使用会烂脸的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这种一堆的那个那个那个评论吧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已经做过很多功课 然后也看过很多护肤大大的功课 他们说烟腺胺加维C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并不会产生那种化学反应 因为它那种化学反应的话 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的 我们正常的护肤步骤是没有串造那种 一定条件下环境的那种条件的 所以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知道吗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我的脸都没有烂 而且这个搭配的话 去豆腻和体贷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我最近在用到的还有维C的那个成分呢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棕色瓶子 那个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嘛 然后新入了一个就是亚帆的这个 密集美白维C精华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单价来讲的话 是稍微有点贵 棕色瓶子的话那么大瓶子 一百四十几块钱 然后亚帆这个的话 它这个是14.7毫升 然后是单只的话是八十块钱左右 它一盒的话是两百多块钱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上来讲的话呢 是左边那个大鱼亚帆的 但是我觉得效果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亚帆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亚帆呢 它那个用钱是要摇匀使用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建议的话 如果你们白天反晒做的不是很到位的话 不要再白天用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 还是晚上用的话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的话我一般就是我擦完水之后 我就会用这个亚帆的那个精华 然后亚帆的精华 因为往来会叠加片打黄的这个精华 或者是先用那个 左边那个棕色瓶子再叠加片打黄 我都是这样用的 这样的话 去斗印的效果非常好 我一般骗打黄的话 我会集中的点图在那个 我有斗印的地方 这样的话去斗的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就是去斗印会相对来讲快一点 但是我要说的是 斗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去的 顽固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不要抱着那种什么 用几天连斗印就会完全消掉的那种形态去 除非说你展的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痘痘 然后就是那种新生的斗印 然后很快就可以消下去 但我觉得如果你展示那种比较严重的痘痘 然后它已经在你的脸上形成了 比较深的那种痘印的话 你就不要妄想什么你 几天你就能把它去掉不可能的 你只能是慢慢慢慢的去把它去掉 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用到一个这样的搭配 就是烟香胺加A唇 A唇是不能天天使用的 因为有一些人的话 他对这个的话耐受度不是很高 而且就是这种A唇的话 他还是就是你要慢慢建立耐受之后 确认你的自己皮肤对这个耐受之后 可能可以你天天用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是没有天天用 因为我就是会根据我自己的肤框 去调整我使用护肤品的那个频率嘛 然后就是我一般这个的话 一周用两到三次吧 我用的话就是这样搭配使用 就是水精华 然后加上A唇面霜 然后水和精华都是含有烟香胺的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起到一个 体量驱动液和吸引皮肤的作用 反正A唇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但是前提是你要懂得怎么用它 然后还有要使用恰当 然后录得性的这个A唇挺便宜的 才八十几块钱吧 之后我可能会再试一下 其他牌子的A唇 如果有一个好用的话 再给你们推荐吧 反正这个搭配的话也很好用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里要说的就是面霜啊 面霜的话就是片打环的这个珍珠糕 之前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珍珠糕 可能会夏天使用的话太油腻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开开来用 最近几个月有一个妹子 她就找我买这个买超级无敌多次 然后每次都是两瓶两瓶买 她基本上一个月一个多月就会用完 然后就是又找我回购 然后我就想说这个真的这么好用吗 别人跟我讲说这个超级无敌好用 然后就一直回购嘛 然后我就这次她又回购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真的有这么好用吗 然后我就开了一个用 然后用了之后我就觉得说确实挺好用的 因为我对她的印象一开始 都是那种说很难吸收嘛 然后我最近用了之后发现并没有这种感觉 我会把它重点地涂在我有动印的地方 然后像额头鼻子容易出油的地方 我是不会涂它的 然后我就是涂在我脸颊有动印的地方 然后就是按摩吸收 就是把它放在护肤的最后一个步骤 然后把它按摩吸收进去 然后确实是它有加速去动印的那个效果 反正这个的话也挺好用的 而且它其实价格也不贵 20克的话 就是团购价的话是60块钱 然后我就觉得还挺划算的 我就觉得说这种的话 你20克的话也可以用蛮久的 因为我都是局部的图嘛 所以一个冬天肯定没有问题 这真超级划算的 最后要说的是两个面膜 一个是EVE 一个是富尔加 然后这两个的话都是那种医用面膜嘛 然后它们的话都是可以起到那种 修复和保湿的作用的 然后这两个的话 我为什么会把它放在这里呢 因为它这种修复型的面膜的话 对你新形成的斗印 还有一些你斩斗的那个 都是会有起到一个消炎和修复的作用的 然后修复了之后你那个 因为你的伤口嘛 被修复了之后 它那个就是愈合的会比较快 然后也有起到一些那种 镇定的作用 所以说它对一些早期形成的那种红色斗印的话 是有效果的 然后这两个的话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我买的EVE面膜里面 除了浮清那一种就是消炎型的之外 我觉得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两个 而且它们两个的面膜纸都特别舒服 富尔加是超级超级无敌薄的 就我用了这七八种那个EVE面膜里面 富尔加和那个优菲斯的那个面膜纸 是最薄最舒服的 然后一浮的话就是正常的那种舒服的程度 然后这两个的话我觉得都挺好用的 嗯就是你们没有试过的话可以去试一下 我就就像那个富尔加我一开始是没有买的嘛 我之前就是买了我上一支视频里面推荐的那一些 然后我就又去做了功课嘛 我就发现很多人对富尔加的那个反馈都特别好 然后我就这次我又入了富尔加 然后用下以后觉得它真的特别好用 我觉得这两个的话我会一直回购 然后还有福清 福清义夫和富尔加我应该是会一直回购的 然后还有像活育那些的话我买了 但是我还没有用如果用的好用的话再和你们说吧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个手表 然后这个手表是他们那个品牌方寄给我的 然后这个手表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款式 有一些跟DW挺像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款式会比DW更多 就是它出了很多那种比较多颜色的嘛 有那种几皮表带的皮表带的 这个手表真的是包装超级超级超级多层的 我拆了都拆了好久 这个手表真的包装的非常好 它拆开来的话就是有一个手镯和配一个那个手表嘛 然后这个系列的话说实话跟DW挺像的 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DW的好看 而且它的那个质感比较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 我去朋友去装柜买了DW的新款嘛 就是那个黑色表盘和黑色表带的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我又试了一下嘛 然后我觉得它那个质感比较轻 这个牌子的手表的话质感会稍微好一点 就是比较重 它价格的话好像也比DW贵一点点 我选的就是这个黑色表盘然后金色表带的 然后它的表盘的话是往下凹的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 然后他们这个牌子的话 它还有那种表盘是那种六边形的吧 我觉得设计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逛逛看一下 然后报我的那个名字的话会有